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雷哥 現在我們人的位置 在埔里的台灣地理中心 杯 熟悉的場景 沒錯 我又來啦 這邊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 猜猜看我要騎哪 5 4 3 2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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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答案就是你們心裡面想到的那一條 就是頭髮酒例行產業道路 往狐獸山的那一條路 蛤 什麼 為什麼今天不騎西進武嶺 那個西進武嶺最近有點騎膩啦 所以今天就換一條路來走走看 那也因為今天早上才從桃園搭車趕下來啊 所以現在時間已經接近中午11點了 時間非常非常的晚 所以等一下就馬上先騎起來 到霧社的時候 再來好好介紹一下 今天的重頭器 地形產業道路 往狐獸山 離山的道路囉 那就馬上出發 先到霧社啦 加油 Go Go 好啦 今天時間中午12點鐘抵達霧社 那也可以看到 雖然天氣還是放晴的狀態 但是烏雲越來越多啦 今天根據天氣預報的啊 其實早就應該要下雨了 但是現在還沒有下 也希望等一下不要下啊 今天就是希望維持有太陽 有一些雲 然後雨不要下下來的天氣 這樣比較舒服啊 不然今天的終點海拔 可是有2600的 如果到時候又下雨 雖然是夏天 但還是會很冷啊 也因為等一下轉進頭八九 例行產業道路之後 沿途就沒有什麼可靠的補給點了 所以就在這個霧社 最後一個大站 稍微吃一些東西 然後再把它水補一些 等一下到頭八九的踏路的時候 再來說明一下 今天路線的細節細況 最近這一條 從埔里地理中心碑 起到霧社的路 也算是 起了第三趟啦 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說 換一台比較輕的探車 那成績就會進步很多 但是 根據我剛剛這一趟的實測呢 這一趟從埔里地理中心碑 騎到霧社的話 花的時間是一個小時四五分鐘 而且還是沒怎麼睡飽 然後帶衣服 帶西車 帶這種重裝的情況下來爬 結果只慢了兩分鐘 車子換好一點的一定會進步啊 只是不會說 就這樣子突然間 就進步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真的想要成績進步的話 還是要多多提升自己啊 車子被抄得差不多 換了也不會心疼的時候 再買新車也不遲啊 好啊 從今天早上五點鐘起床 一路到現在已經下午一點了 才準備要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動頭戲 其實我想說要不要昨天下班的時候 就直接先坐車到台中住一晚 但是後來想想 純睡覺就要花五百塊左右 太虧啦 這條例行財源道路 它的終點里程的話 是五十三K 也就是說從這個岔路口往回 爬到滑岡的話 還要再爬五十三K 爬升的話是一千七左右 當然再加上 今天我預計要住環山的環青宮 所以今天整趟的爬升加起來的話 大概是三千左右 完全不輸西進屋嶺啊 但是對於會想要走這一條 例行財源道路的人來說的話 其實爬升什麼的 已經不是太大問題了 這一條路除了爬升之外 還有非常非常多要注意的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路況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穩定啊 應該說封閉是常態 有開通的時候要特別珍惜 像上禮拜原本天氣穩定的時候 我就想要來騎這一條 但是上禮拜這一條路 剛好有在工程 所以又沒有辦法騎了 想要騎這條例行財源道路的車友們呢 一定要事前查好資料 如果可以事前打電話問問當地警察局 或當地居民的話 這是相對比較準確的做法 第二個是車子的部分 這一條路的話我會建議說 有登山車就騎登山車 公路車的話不會說沒有辦法騎 但是該牽車的時候就要牽車 不要跟那些貪方的銳利石頭 還有施工露出來的鋼筋條過意不去啊 補給吃的東西喝的東西帶好 離線地圖以變萬一也下載好 這樣子就算幹到頭八九不通的時候 你也可以想辦法從其他的支線繞出來啊 一樣老話一句啊 出來爬山或者騎腳踏車這些戶外活動的話 就是做好準備 風險自己評估自己負責啊 不可能說因為這一條路常常會有貪方 所以就捨棄掉這個台灣這麼沒力的風景 所以想騎這一條例行財源道路的車友們 就是嚴肅一對做好準備 然後自己負責啊 如果你只是想去離山觀光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走這一條 稍微繞一些遠路 但是路況非常好的台石四甲 河安山公路 再接大雷嶺前進到離山啊 那開場白就先到這邊啊 為什麼我剛剛會講得這麼嚴肅 等一下我們直接用畫面帶觀眾看一下 看到實際畫面的時候 會比較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啊 那時間也不早了 應該說非常晚啊 所以就趕快出發趕快開始爬啦 那就出發啦 GOGO GOGO 不知道大家覺得剛剛那段水泥地的路況怎麼樣啊 以我之前騎過這條路四五次的經驗呢 剛剛那個路況叫做非常好啊 雖然這些水泥地看起來癲癲活活的 但絕對是最近上個禮拜新呼的啊 這一條例行財源道路雖然一直在談 但是這條路連接了很多個部落的經濟命脈 所以地方政府其實也沒有放棄這一條路 一直有在砸錢去維護這一條 要說這是好還是不好其實我不知道 只是從一個過客騎腳踏車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當然好很多啊 當然多一條好玩的路可以騎就多一條嘛 所以說那個難橫 什麼時候拜託一下腳踏車啊 這條路線 這邊的地質水紋太脆弱了 基本上一個颱風一來 不可能完好無事 只希望這些新蓋的工程能夠撐久一點吧 多撐一年撐一年 畢竟這好像也沒有什麼資本的方法 原本今天是預期到會下雨啊 所以我就想說鏈條油就乾脆不上了 結果我沒下雨啊 現在趕快補上一下 不得不說今天真的是太走運了 天氣非常的好 也沒有雲霧去遮擋這個壯麗的景色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爬上去 然後往下看啊 這一條例行產業道路的景色 我認為是更勝西境無領的 但是就挺吃運氣 有時候路不好 有時候景不好 那今天感覺是兩個都好啊 把握時間趕快推進里程 那我們就繼續出發啦 GO GO 好可惜 今天真的是沒有時間啊 不然像發翔 瑞元這些部落都不在幹線上 一次都沒有騎過這些支線 所以很想進去這些部落逛一下 只能直接 彎彎正正走完頭八九 支線就沒時間了 好 現在騎到頭八九支線 遲封的岔路口的地方 這條路我是建議從翠峰往下騎啦 因為從這條路往上騎的話會有一定的抖度 有時候這一端不通 有時候這一端不通 山路不是像平地道路一樣 四通把打 所以有路可以到就不錯了 剛剛也被路過的司機稍微關心了一下 畢竟一些時間也晚了 看起來司機又有點不對啊 好像晚了一步了 後面那個地方應該是剛才攤下來的 不然剛剛不可能有這麼多車可以順利經過啊 這種路段腳踏車一定是有辦法扛上去的 但是四輪就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怪獸也在努力趕工當中 那就在這邊等一下吧 但是我要先拔苦啊 不要在這個邊坡上面待太久 太危險啦 想問一下這邊大概要多久 喂 很快 這是剛攤的嗎 原本的路還是高的 我看這樣子應該是挖個攤的時候在中間放著 你一個人啊 對 晚上說住哪裡 我去 環青宮 我去到環山嗎 晚上七點左右 到天池 下去都下坡了嘛 對啊 下坡就輕鬆了啊 過那個清泉橋 對 然後再爬爬一點 再爬坡 下去就到環山啦 對啊 好啦 剛剛管制了半個小時之後 成功通過了31K的封閉 剛剛講錯啦 剛剛那個地方不是貪方 那堆土石是怪手從邊坡上面挖下來 不然邊坡上面的土石沒有清掉的啊 它的風險會更高 今天時間三點整 不算耽誤太多啦 不管怎麼樣 有的過就好啦 等一下的路就不會像剛剛一樣下坡居多了 過了例行之後就是貨真駕駛的爬坡 之後再開始面對要往福壽山滑岡的陡坡啦 反正今天休息的也夠多啦 今天沒什麼動到 也是時候該運動一下啦 那就繼續出發 繼續趕路 加油 GO GO 從這邊開始 就是到例行附落前的連續髮夾彎 剛剛吃的東西有點少啦 血糖不太夠 為了不耽誤時間 我就不停下來吃東西啦 先撐到例行再說 今天給你坐下 否則還耳誤時間 製作人的牠買不太夠 封連結市場 你們 不會 爆發 吃 頂 有 吃了一顆粽子喝了兩杯飲料 來到了新旺陽部落 也叫例行馬獵坝 剛剛也有一點點就一點點太陽雨的跡象 但是問題應該是不大啦 我估計今天到晚上應該是都不會下雨 你看太陽又出來了 那接下來到福州山農場的路的話 還有趴勢1000公尺 20公里 那不要看它又是平均起來5%的坡度啦 這一段我有騎過 所以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訴你 它坡度濃縮在前面 基本上從華岡到福州山的這一段路都是平平的 但是從馬獵坝一路到翠嵐華岡的這一段路 它可以很陡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另外一條路 另外一條路的話就是一般陡 但是不管怎麼說還是陡啊 那就繼續起啦 不要休息太久 盡量保持一下鬥志 縮短一下距離 畢竟今天時間不多 沒有辦法好好的逛一下 沒有辦法坐在沙發上面好好的休息 那我們就繼續出發啦 簡單休息 意識一下服個血湯 應該要不要坐在沙發上面好好的 遙控器 還是陷入 謝謝 謝謝 大概又耽誤了15分鐘左右 過了第二個大邊坡 時間其實也還好 反正今天本來就有摸黑的打算了 別忘了今天我還有帶我的新玩具啊 1600流明的天燈 而且今天的夜期大概也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所以可以直接1600流明猜到底啊 因為不知道在它混濁的水下面到底有沒有搞 會讓你的前輪卡住 所以一定要放慢啊 這個水很深啊 正常來講 粒行財的道路是直接往Gill手邊這條路走的 但是老司機就知道 這邊有一條捷彎曲子的吊橋啊 但是有聚高證的人就不要走這條粒行吊橋啦 這條吊橋每次走的時候我也都怕怕的 但是為了服務觀眾 這一次我還是騎這條粒行吊橋啦 只是記得用牽的啊 不然地板上有一些樹枝 底下都有一些鋼筋 在這個點刺到了沒帶外胎 完完全全就是進隊娘籃 如果平衡感不好 或者說真的很怕高的話 就不要騎這條了 你一開始覺得可以 然後一出樹林之後就像現在這樣 平常我都是絕對不停看著地板下的木頭的 沒辦法 現在在拍片 所以還是停下來 帶一些畫面回去啦 看鏡頭還是被停到了 看鏡頭還是被停到了 要走 看鏡頭還是被停到了 再笑死吧 想通了 看鏡頭 拍片 看鏡頭還是被忍衝 看鏡頭還是被人 我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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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